聽說以外有心會造成 忽略 身體負擔 衛生保理保 十片有無管理室 八月三十萬討論費 要把廚後拼貼油 左缺諾韻桶變罪即使用油 後面油盤就沒得到 就是事後的處理這樣子 是不是要開放雖然意見是不一樣 這種是第一台輸後拼貼油 這尊是醫師開出方簽 發生生行為後七十二點前吃 效果有八十% 但是醫師認為說 吃下去月經會亂 主供外因流費上付作用 萬一如果自己買來吃 可能發生危險 富山口以後會是反對 但是油盤這邊是贊成 是蠻樂觀其成的 那主要原因呢 還是要回到我們講說 女性她本身在生育自主權的 一個意識 不預期的時候 我們女生是不是可以先 透過藥物的方式 把對身體的傷害降到最低 富山口以學會是強烈反對 因為受避孕藥 第一個她的劑量 其實比一般避孕藥來講 要明顯的高 意思是如果常用 她的副作用其實大 有的噁心想吐等等 那些會很厲害 有的還會造成不正常的出血 更何況有些人她身體 比如說她的肝功能是有一些異常的 那這些人可能就不見得是適合用藥 她是比較煩惱青少年大學生 會認為說這是可以侵差 輸用的騙人的方式 所以發生危險的性行為 引起性團燃餅危害健康 已經要求 事由宿愛信長 民視新聞台北報導 善慫 中文視新聞 學院 中文視新聞